大陸5G商用正式上路了 北京和上海总共50个城市同步开通了 最低月费台币550元 10月1号开办至今 用户已经突破了1000万元 大陸5G商用宣告正式上路 在大陸工信部发出5G牌照的147天后 包括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等 共50个城市同步启动 四川成都更成为大陸第一个双千兆城市 以家庭用户为例 只要5分钟就能下载30G的电影 预计年底前会开通13万个5G基地台 涵盖范围更广 到时5G网络速度也将大幅提高到33.49兆 高于世界平均的22.74兆 那么5G下载速度到底有多快 和4G差多少 大陸央视记者实地测试 进行一场大PK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下载一个超过1G的游戏 那现在我的手机的下载进度还不到10% 那么5G手机是已经接近70%了 不用换卡也不用换门号 只要拿一只5G手机就能使用5G上网 低价低速高价高速原则 目前大陆三大电信商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 以流量和网速分别推出 个人版和家庭版5G商用套餐 个人版价格从128块人民币 大约550元台币到598块人民币 相当2595元台币 家庭版则从169元人民币台币730元 到869元人民币 大约3760元台币不等 11月1号开办至今用户已超过1000万人 外界预估2020年将是5G基地台 大规模建设期 到2025年总投资将冲上1.2兆人民币 加上预计明年第四季 人民币不到2000元的5G手机 渴望上市 大陆5G网络更成熟 更完善 值日可待 东三财经新闻综合报导 大陆5G网络合报导